早餐 以前我在練大學的時候暑假打工 終於就搬鋼筋水泥到頂樓去 所以其實爬工地對我來講不陌生 不過這是我第一次爬橋樑 中頭要吃花了 讚 只看到一個橋塔 是要埋在地底下的基座 大概只有300多坪的一個面積 現在來看我們的安心橋 好 真的超棒的 這安全階梯沒問題吧 14.25 不錯 等於是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不要開心 我這樣可以 自信轉移一下 大家要補好喔 小心喔 有到橋樑裡面爬器有220公里 是我們全國第一座 所以這個很不容易 四分起來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我們現在進度會有63% 未來還有將近38% 還要拜託他們 還要拜託他們 還要把整個石樑橋完成 我們都已經準備休息了吧 對 如果準備休息 就可以開始作業了 這個要在裡面 悶熱的這種天氣 比較手流失怒 你想剛碰到大月天的高溫 好燙死人了 那真的是我們 不是一般人可以演說的 這也是我們安康輕軌 最重要的一筆路 我們一定在110 依然能夠完工 變成我們新北市 新北地區 最好的一個 安康輕軌的捷運系統 大家加油 我們一定會一起完工 以前我 在練大學的時候 暑假打工 根本就搬 乾金水嶺 到鼎樓去 所以其實 爬工地對我來講 很陌生哦 不過這是我第一次 爬橋梁 中頭要吃花了 喲 讚 只看到一個橋打似,它埋在地底下的基座 大概只有三百多坪的一個面積 現在來看我們的安心橋,真的超棒的 這安全階梯沒有你吧 14樓而已 不錯 等於是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不要開心,這樣可以 視線轉移一下,大家要補好了 小心喔 有道橋樑裡面,審計有220公里 是我們全國第一座 所以這個很不容易 四分起來,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我們現在制定會有百分之六十三 未來還有將近百分之三十八 還要拜託他們,來把整個石膏橋完成 我們都已經準備休息了吧 如果準備休息,就可以開始作業了 這個要在裡面,悶熱的這種天氣 比較手流失貌 你想,剛碰到大月間的高溫 好,燙死人了 那真的是我們 不是一般人可以演出的 這也是我們安康輕軌 最重要的一里路 我們一邊在一百一十 依然能夠完工 變成我們新北市 新店地區 最好的一個 安康輕軌的捷運系統 大家加油 我們一定會一起完工 在一百多月間的地方 我們在十百多月間的駛 都還要做到一百多月間的這斤 最好 我們去哪一百多月間的駛